《正量的正量》 那今天呢 跟大家讲这个 正量 正量 在显密方面来讲起来 要知道一个人的正量 在显来讲 在一般的显教 它本身讲正量 比较少谈 但是还是有的 还是有 那么在密教里面呢 谈正量 那就是谈的很多 谈的很多 因为心啊 修心方面来讲起来 它比较无形 没有形 那么你修的境界如何 就很难去看出来 很难看出来 在密来讲起来 它本身 它有修身 就是身体方面 那身体方面呢 它就是有形的 能够从身体的种种的 真后里面呢 看出你这个行者本身的 这个正量 所以正量有所谓有形的 也有所谓无形的 那么在无形方面呢 必须要你言语 用你的语言 表示出来 或者用你的诗迹 去表示出来 知道你的正量到什么境界 所以我们最有名的 这个禅宗啊 无主红人 要这个传人啊 他要传授这个依婆啊 给这个弟子的时候 就叫他们写记 这两首记啊 是最有名的 那么依卫啊 他写的就是那个 身啊 身是菩提树嘛 那么心啊 是明镜台了 那么时此常 这个也就是叫你 常常啊 擒佛式啊 也就是不死若尘埃 意思就是这样子了 当然这个记啊 我讲的不一定对 他意思就是这样啊 身是菩提树 那么心是明镜台 那么时此常这个给他 啊 擒佛式 啊 不死莫死若尘埃 总之意思就是这样子了 啊 啊 这个是哪一位写的 啊 是神秀写的 神秀写的 他是一个大弟子 不过这个啊 我们一看啊 就知道他是属于有的 还是有东西 所以这个六祖啊 他慧能他本身所写的 就不一样 他就是也是接着这个 接着这个写 他是写是 菩提本无树 啊 啊 菩提本无树 明镜依辉台 啊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这个是提到无的 啊 提讲到无的 这个生也不是菩提树啊 心也不是明镜台 本来就没有 怎么会有尘埃呢 这是讲空的 讲空的 所以无主红人 一看这两个季 一看 他就知道哪一个境界高 所以还是给了这个慧能 给了慧能 那么这个是用季啊 来显示正量 其实我这个 这个是刚才啊 我上座的时候啊 我临时写的 我因为我没有把这个诗记啊 全部背得很清楚 啊 背得一字不差 不是的 而是用我 凭我自己以前读到的 这个记忆啊 把这两个写下来 就刚才才写的 所以 不一定每一个字都是正确 但是意思是这样子 一个是属于有 还在有的境界里面 一个是属于空 已经境界非常的高了 所以这个依婆啊 他就是给这个六祖非能 就是给了 意思就是在这里 那么禅宗里面 传依婆要看记啊 看记 密教本身来讲起来 看正量 这个记忆写出来 也就是正量了 也就是正量了 表示它的正量是怎么样 那么禅宗里面 也有对话当中啊 去显示正量 去显示正量 但是这个当然 以对话来显示正量 也会有错 我听说有一个 有一个人啊 这个也是很厉害啊 他是两个对话当中 也是用笔锁画脚的 也有时候用 用这个啊 禅宗里面的故事里面 也是有这样子 好像是说有一个人啊 他画一个圈 画一个圈 另外一个 一看到是画一个圈的画 那吓了一跳 哇 他怎么知道我是卖烧饼的 哈哈哈哈 其实不是 其实不是 然后又比三个指头 他说哇 他很厉害啊 原来是一个烧饼 他都知道卖多少钱 那么我们知道 这个是两边的这个 禅不一定是这样子 但是有很多的这个 玄机啊 含常在肢体 跟圆椅当中 这是属于 好像是说 一种形象的一种禅 但正量啊 正量在这里面啊 可以显现出来 从原语啊 文字当中 一样可以显现正量 密教本身的正量不一样 因为他本身来讲 他不但修这个心 身口意清净 但也修这个身 修身里面的正量显现 就非常的明显 而不是比较寒服的 那么什么是正量呢 应该讲起来啊 你 我们讲说这个 在修法过程当中啊 你有没有法流的结束 没有 这个就是一种正量 这个就是一种正量 我常常讲啊 你自己在修法当中啊 把自己放空的时候啊 有宇宙的法流给你灌顶 你有没有灌顶的结束 这个有啊就是有 没有就是没有 你是不是跟本尊啊 跟护法实时在一起 有就是有 没有就是没有 这个就是正量 好像如是真讲啊 护法随时在你的四周 这个是可以讲 但是你假如这样子讲啊 其实你还没有修出 护法跟随着你 你说护法随时在我四周 那么这一句就是妄语 当你自己啊 是知道护法随时在你四周 本尊啊实时注定 你可以去印证到的 这个印证到了 就是正量 这个都是 有就是有啊 没有就是没有的 所以你在修法当中啊 宇宙法流进到你身体里面 有就是有 没有就是没有 所以你可以接受到的 这种接受啊 也可以讲 就是正量 你在修法当中 你已经接触到了 你碰到了 你感应到了 法流进到你身体 这个就是正量 你实时跟本尊合一的 你实时跟本尊合一的 这一种现象 这一种接受 就是正量 我骂你悲美奉